日月聚焦星座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12月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12月呢 这个月份呢 我认为啊 根本就是一个乱马奔腾的月份 怎么说呢 这个月的大环境啊 很像我们去参加party 然后进去之后呢 有人喝醉酒 闹事 有人打翻蛋糕 有人发现什么礼物没有带 有人发现晚餐没有买好 然后呢 又有邻居来按电铃 说你们声音太吵 所以种种的乱象呢 会让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闹哄哄 但是也有一点欢乐的12月份 那么这个月份呢 其实呢 我们有两个日子 应该说两段日子啦 要特别注意哦 那么第一段日子呢 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 什么水逆了 那么12月13日这一天啊 水星正式逆行 所以几乎整个12月呢 都笼罩在水星逆行的环境里面 这个气氛当中 自然而然大家要比较留心的 沟通啊 交通啊 交易的一些错误 很多事情呢 有可能怎么样拖延停滞 或者是出现错误你要修改 那么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水逆呢 它提供我们再次停下来修正 或者是原来做得不太对的事情 我们可以怎么样换个方法来做 换个方法来沟通 我认为这是水逆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当然水逆会有很多的状况出现 所以呢 我会建议大家在整个12月份哦 哎 最好能够把很多事情怎么样 切割成一小块小块来进行 不要一次太贪心 或者呢 你可以向餐厅试营运的概念 我们来做一点实验 哎 OK了 再来调整 那刚才讲的12月13日这一天呢 是水星逆行 那么它真正开始影响的这个时间 不会从13日开始哦 所以呢 最慢呢 可能10号11日哦 就会开始有这个水星逆行的效应存在了 怎么停滞啊 出错啦 反反复复啦 或者是节外生枝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11日到17日这段时间 你我最容易感受到这种大的变化的情形 那么同时啊 这段时间很有趣 因为呢 13日这一天呢 又刚好进入了射手座星月哦 那么这个射手座星月呢 它启动了一个火星的力量 我们知道火星哦 上个月有提到 它就是一个战神 所以呢 这个月呢 不只是怎么样 水逆的问题 它还有带有一种 大家需要怎么样 行动 竞争 冒险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一点勇气 有一点冲动 当然大家的火气也会比较大 那么再来呢 我们要看第二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这段时间呢 就是呢 在差不多12月22日到23日左右 22日呢 是冬至啊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转换 同时呢 23日呢 逆行当中的水星会退回射手座 好 水星进入射手座呢 这个位置呢 很容易让我们的理性呢 比较没有什么限制 比较容易狂野一点 那特别是呢 一旦呢 这个水星呢 进入了射手座之后呢 在年底之前啊 水星 火星 海王星这三颗星呢 就会开始产生另外一个联动的效应 是比较不和谐的 很容易有吵架 冲突 撕破脸 或者是有谎言 有丑闻 有麻烦会出现 那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人牺牲的状况 所以第二段我们要注意的时间 就差不多呢是21日到28日左右 所以刚才分析的那两段时间呢 要请大家特别的留心 基本上呢12月呢 我们要保持冷静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什么事情很重要 是一定要做的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水逆情节啊 也许就是我们重新调整改变的一个好时机 那当然就是不能急啊 不要太快的做出很重要的决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个别星座的运势咯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是上升或太阳在变动星座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双子 处女 射手 双鱼 基本上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是主角 可能是你 也可能是你的老板 你的家人 记得 这一群人在12月是非常的混乱的 那这个混乱呢 就变成我们要去怎么样 体谅他 帮助他 或者是要多一些包容 那如果你是这些星座朋友呢 基本上这个12月份呢 你会有很多的冲突 那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觉得讲话沟通呢 要比较留心 你可以坦白直白 但不代表呢你要很刻薄 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留有一点余地 或者是呢我们要懂得 比较用舒缓或者诚恳的方式跟别人沟通 问题会比较能够呢 大事化小一点 那么其中呢这里面呢 上身或太阳在双子跟射手的朋友 你要特别留意自己跟合作伙伴 或者是这个情人啊 或老公老婆啊 很重要的这个对象的沟通的议题 因为如果呢没有讲好的话呢 往往会造成一些可能对未来发展的不一致看法 或是家庭和乐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上身或太阳在处女或双鱼的朋友 有可能这个月你的家人难搞 哎呀你的老板难搞 很多事情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调整你对他们的态度 特别是向上管理 你不要给他们太多不当的预期 那么自然然在互动当中 你就比较有一些施展的空间 那再来呢看到是上身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金牛 狮子 天蝎跟水瓶座的朋友 这一个族群啊 在12月是一个大破财的时候 大破财呢有两种 一个呢是你可能容易花很多钱 比方说呢可能这个金牛跟天蝎的朋友呢 你很容易要去处理合作关系 婚姻关系里面的金钱 不管是财务的往来借贷 还是你为了结婚 离婚 合资 合伙 中间大家钱怎么算的事情 你会比较头痛一点啊 所以要谨慎处理 那么对于上身或太阳在 狮子或是水瓶的朋友 不得了不得了 你的社交花费真的很多 你的投资金额很大 所以你要怎么样好好的思考 到底里面是不是值得的 那这个族群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这个月你在赚钱上面的问题比较多 本来该进来的钱没有办法如期进来 或者是说他要分批进来 或者是你的一个业务或是合约 有点问题 跟利益钱有关的事情 我认为是这个族群这个月 要特别小心的事情 当然也包括你跟银行的借贷咯 再来呢第三个族群就是上身或太阳在 白羊座 巨蟹座 天秤座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我觉得这个月的大方向是OK的 但是小细节要特别留意 比方说你在公司里面目标清楚 你的这个完成的日期也很明确 可是呢同事容易出错 大家可能误会你的意思啦 或大家记错信啦 有人生病这个请假啦 或是临时有什么样状况啦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提早完成 或者是呢你凡事都要有备案 当然更好的方式就是 你每做一步就要检查一步 让自己在每一步的这个过程里呢 保证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就没有问题了 其中呢这个上身或太阳在 白羊座以及天秤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很容易有出差旅行的运势是不错的 不过就要留心沟通的部分 还有交通上面的一些小细节 比方说买票有没有买错啦 或是时间有没有这个计错啦等等 那么上身或太阳在 摩羯座或是巨蟹座的朋友 自然然要留心你的同事关系 或是大家对于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足够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你的健康状况 OK不要太勉强自己咯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12月运势的看法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份 画下完美的句点 我是苏菲亚我们明年见啰